新聞頭起先來看這個亂心的事情 這麼多幾乎好在準備過年團圓 病院裡面 需要是有賣照的患者 因為治療的關係 要點在病院過年 中華館長為民國就特別準備紅包和燒禮物 分別來到中華基督教病院和修團病院 探望他們的病棟 這下館長發的紅包和燒禮物 都在北層上頭的小孩是很開心 因為身體關係 這群大胤的小孩 要乖乖在病院才受治療 沒辦法回去做過年 所以在過年之前 館長為民國 是全天來病院探視大胤的小孩 又恍惚這群小孩 要乖乖配合醫師的威 准時吃油了 病治的冠軍好起來 現在春節快要到了 我們昭縣政府來到我們藏寄的兒童醫院 來慰問這些生病中的兒童 不僅來跟他們打氣 也祝他們早日康復 更祝他們新年恭喜 新年快樂 醫師表示 冷藏很多天的假溫 感冒犯者 明顯淨加 讓民眾要注意保暖 假洗手 適合煮午午午 特別的寒冷 所以 早晚的溫差很大 小孩子 出外看到太陽光 雨的今天好天氣 又穿的少 都要很小心 等到太陽下山了 天氣一定會感冒 目前住院的病童 與這個上面遇到感染 肺炎 氣團的病比較多 所以出外 雨的時候 應該穿著洋蔥石的穿法 希望注意 小心風寒 去測安全 怕我過得心 醫師也提親民眾 思過一百年下山要出去 要注意保暖 特別是年會大 有萬聖病民眾要更加注意 在飲食方面也要控制 才能夠健康平安過十年 高中的新聞 中謝良中華 才會報到